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曼哈顿的住家被抬出 警方在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26分 宣布凯特斯贝身亡 凯特斯贝大学读的是新闻 毕业后在纽约担任时尚编辑 1993年在先生的鼓励之下 一起创办了同名品牌 凯特斯贝凯特斯贝手提包 跳脱传统 大胆将标签缝到包面上 创造了经典与风潮 俏皮且亲民的产品 深受女性喜爱 以手带起家 近年来推出龙虾包 公车包等创新包款 Kate Spade事业版图越做越大 甚至扩增至服装鞋等 在全美拥有超过140间零售店 在海外更有超过175间分店 在全球流行圈占有一席之地 当我们在2007年占了公司 我们在家的占了公司 所以我们在一起休息 2017年Kate Spade 被库喜集团收购 凯特斯贝随后创立了新品牌 Forentice Valentine 与原本品牌Kate Spade 风格极为相似 两年前还开心介绍自己的家 没想到就在这间房间 夺走自己的生命 还在现场留下纸条 告诉13岁女儿 这不是你的错 留给支持者和亲友 无限遗憾 下一个全靠你从不倒 好 拜拜 感谢观看